2018慈善達人杯9號球公益賽 日前在中和區盛大舉辦 許多熱愛撞球的愛心民眾 也特別遠道而來參與盛事 知名國手柯炳毅 陳佳化等等 也特別到場 希望透過慈善公益 幫助花蓮縣楓一針的學生 為當地的客府中心 打造適合的圖書室 其實我們打撞球的都不是壞小孩 打撞球是一個很真相的運動 那也希望能夠透過這個公益活動 能夠幫助到更多的小朋友 讓他們去喜歡撞球 然後解決他們生活上的困難 那希望能夠透過這次的活動 然後可以讓撞球能夠更推廣 然後也可以幫助偏鄉的兒童 慈善達人杯也吸引當地業者共襄盛舉 有業者一口氣捐出25萬 希望為孩童打造舒適的讀書環境 另外工程師傅一聽到是公益活動 也大方捐出公盤費用 原本只能建造一間 現在利用多出的經費 為孩子打造第二間圖書室 這次會跟撞球合作也是希望說 我們透過撞球的同好 把這次的公益賽做一個結合 幫助花蓮這群小朋友 因為我們這次其實去過花蓮 看過他們那群小朋友 其實都還滿清寒的 那他們都在地上看書 沒有書桌沒有那個放書的地方 那我們希望以而非這次代工班 還有這次的捐款 那可以幫他們蓋個小的圖書室 今天這個活動也要主要也是 我們廣邀撞球界的各地的好手 來一起來做公益活動 這次的撞球活動 總獎金有23萬8 我們的比賽訊息出去了之後 我們才發現 其實我們撞球界的好朋友 這些球友們 也都非常支持這樣活動 也廣邀大家一起的朋友 之前沒打球的也好啦 都一起來參加這個公益活動 也非常感謝他們 首先非常感謝那個達蘭堂的老闆 還有伊爾菲的老闆 他們以及現場的所有的撞球選手 他們今天用愛心來做行動 以至於讓我們的小朋友 不用冬天夏天都趴在地下 在看書有一個好的念書環境 主辦業者向正好也透露 圖書室的建造費用大約35萬 為了盡快完成孩子的夢想 收到的6萬元報名費也新疏捐輸 而選手們也同意將10%的比賽獎金 投入本次的公益活動 透過現場民眾的自由奉獻 孩子們的圖書室 也將在5月初開始施工 一同會偏向教育貢獻心力 中華新聞 林凱鈞 綜合報導